2014年1月16日 陈思成赤资1500万 与佟丽娅在大西地举办了一场盛大的婚礼 她动情宣誓爱你一辈子 然而婚后仅半年 她就被拍到夜会神秘美女6小时 佟丽娅 2010年 32岁的陈思成计划转型当导演 筹备了一部关于北漂的电视剧北京爱情故事 然而万事俱备 只差女主角 陈思成心目中的女主角沈冰 是善良美好真诚的化身 这样的女演员真的很难找 陈思成尝试过给女神高圆圆看剧本 她觉得沈冰就应该是高圆圆那样的 清纯无敌明媚动人 然而女神可能看不上剧本 恰好此时 门被推开了 一位素颜 扎着两条麻花辫的女孩进来了 陈思成眼前一亮 这不就是善良美好真诚的化身吗 女孩说她叫佟丽娅 是来某某剧组示茧的 陈思成愣闷的和监制说 这也不是咱们剧组啊 监制摇了摇头 细问之下 原来是女孩进错屋了 她要试定的是隔壁剧组 劝误打误撞的推开了北爱的门 同时也推开了导演陈思成的新闻 她觉得这个女孩特别淳朴 一点都不像花枝招展的女明星 一看就是从小成出来北漂的 于是陈思成一通忽悠 说自己拍的是大制作 国产版的东京爱情故事将来必活 单纯的佟丽娅相信了她 加盟北爱出演女一号沈冰 拍着拍着 陈思成就发动了爱情攻势 可佟丽娅根本不吃她那一套 她早就听剧组人说导演特别花心 各种传言 绯闻满天飞 儿童丽娅对待感情非常认真 她不想玩票 此事 剧组的女二号杨幂 给老同学陈思成来了一发神助攻 她告诉丫丫 如果她以前不靠谱 没转以后就靠谱了呢 你不是一下怎么知道 而且你还年轻又漂亮 就算分手了也不怕 就好好的去谈个恋爱嘛 有什么可顾虑的 好话听多了 丫丫防备也松懈了 她开始觉得陈思成也不错 最起码挺有才华的 陈思成也一改往日路线 化身老夫子显得特有文化 说起话来头头是道 鸭鸭越看她越顺眼 最后彻底成了她的迷妹 时常以一种崇拜的眼神望着她 2014年1月 陈思成赤字1500万 与佟丽娅在号称最接近天堂的地方 大西地举办了盛大的婚礼 一时间霸占了各大热门头条 一个月后 电影《北京爱情故事》上映 狂收4亿票房 婚后 鸭鸭父亲在节目上教导女儿 要好好的相夫教子 然而 结婚还不到半年 陈思成就被拍到 夜会神秘妙龄女子6小时 陈思成对外的解释 是朋友谈工作 没几天 又拍到她和某女子亲密打闹 几年时间里 陈思成事业越来越好 逐渐登顶中国导演票房第一 能带越大 绯闻也越多了 她屡次被拍到相关画面 但她都懒得去解释了 一时间 众人又把目光对准佟丽娅 看她怎么表态 所谓婚姻 包含的不只有爱情 还有责任 亲情 佟丽娅一直保持沉默 2021年5月20日 也许一切都妥协了 陈思成和佟丽娅挑了一个好日子 还卡了一个好点 于8点08分宣布离婚 字里行间一片祥和 简直就是和拼分手的典范 陈思成还不忘告白前妻 你和孩子永远 是我最爱的人 佟丽娅却说未来可期